戴起帽子和手套 果农在凤梨田忙着采收 一大片的凤梨 惨赔出货 从10月份 11月12月份 一直到过年前 收三批 已经了快了60 卖一颗赔一颗 从过年前到现在 果农说已经惨赔60万 心在堂血 屏东凤梨农 有人干脆自己po网 号召网友力挺 预告3月4号 凤梨修修杯 产地只卖一颗25块 五颗100元 让不少网友 已经留言喊加一 还有人问 能不能宅配预购 也有人干脆凑100元 直接买五颗 25块它可以赚到10块 一颗可以赚10块 它不错了啦 抢救凤梨除了自己来 知名直播主 直接在生产线开直播 外销等级的A级凤梨 一箱10公斤 卖520元 而且免运费 外销规格 你看看 这都刚好万 今天刚好万块 连果干业者 也频频接到电话 由果农拜托收购 制成凤梨干 全台吹起挺凤梨行动 从2月26号 大陆宣布封杀台湾凤梨开始 短短4天 内外销已经卖出4万多顿 农文会表示 已经和去年外销 大陆5万顿 数量差不多 几乎已经化解危机 但凤梨擅产 才正要开始 让果农还是担心 恐怕到时价格崩盘 最后血本无归 记得张春华 屏东报道